中国考古学家重新的在三星堆遗址里头发现了这张黄金面具 中国考古学家在距今三四千年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 新发现六座祭司坑出土超过五百件文物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金光闪闪的黄金面具 现在我距离这个金面具不到一米 这样的一个距离近距离的去感受文物之美啊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面具宽23公分 高28公分 含金量约8乘5 推断是几次用的 虽然面具只有半张 不过它的厚度是其他金面具的两倍 而且有近300克重 是目前三星堆出土最大的金面具 专家推测完整的面具重量超过500克 若能发现完整的面具 这将是目前中国出土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极为相似 因此也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地层关系提供了依据 考古学家也发现像凤凰尾巴的鸟形金饰片 长约30公分 而且质地很薄 专家推测这是服贴在其他器物上的装饰品 除了金器外 考古学家也挖出大量象牙 玉器跟青铜器 还发现独特的青铜神树 三星堆遗址位在四川广汉市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1986年就出土金铜像 金面具等珍贵文物 如今三星堆又有新发现 让专家对神秘的巴蜀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零一起编译